Leo聊四季 天蠍座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馬來人對上西西里人 那這場比賽是由兩位天梯高手 那分數都來到2400分左右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這個西西里玩家 西西里人的話 在遊牧裡來說的話 最大特色應該是這個城樓的塔弓 因為他的城樓非常大根 塔弓來說會比較優勢一點 那這個塔弓之外呢 還可以到這個薩金特 薩金特衛隊 薩金特衛隊他的一個攻擊 跟遠防跟近防都還不錯 雖然沒有到精銳之前 可能會有點差強人意 但是到了精銳之後 可以變成一個超級阻力 都沒什麼問題 好 那西西里這邊 蓋一下位置在中間的位置 那除了西西里這些能力之外 還有他這個農田 每升一個農田科技 這個採集量都會多增加1 那出屋之外 他這個軍事單位 有33減免這個額外傷害的效果 像是他的騎士 被擊兵戳到 會減少33%的額外傷害 所以西西里 很多算是 一些頭很鐵的玩家 會喜歡玩的文明 直接出這個薩金衛隊 或者是直接火槍 直接出這個索子夾騎士 出到底 無視對方擊兵 直接砍爆對手的一個 擊兵的一個狀況 是常常蠻看到的 那這個能力 確實也讓西西里 變成一個不錯的一個選擇 方向 可以直接出這個騎士 或者是直接出大量戰毛 直接淹過去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馬來 馬來 馬來的話在榮母 最大特色應該是捕魚 因為他的漁網是3倍漁網量 那以前的馬來版本 是無限漁網 但這個能力實在太強了 那由於以前這個能力 是無限漁網的關係 所以以前的黑森林或阿拉伯 你只要看到馬來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他的漁網 有沒有在捕魚 尤其是阿拉伯 以前的阿拉伯的湖 是可以蓋下漁港的 那這一招 以前的Viper 大概3、4年前吧 我Viper就很喜歡用這一招 那時候我都看傻眼了 我就一直 幹馬來還可以這樣打 就覺得很扯 就覺得 哇 這個遊戲平衡是不是做的怪怪的阿 這個馬來不應該是無限漁港 但之後的版本 就把它更新掉了 變成3倍漁網了 那其實3倍漁網也是蠻誇張的 好 那我們來再說一下馬來的其他能力 馬來其他能力的話 在榮母要特別注意的是 他的升級速度 是非常快速的 他每升一個10代4 可以增加66%的升級速度 所以他這個 地初打巨頭衣補的時候會特別強 如果兩邊都充實 上帝王時代的話 馬來也會有一定的優勢在 所以這個 對手信息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 這邊馬來已經在下面開始捕魚了 那這邊要跟大家特別講一下 這個游牧的捕魚 特別是要注意的事情是這個 海濱魚群 要先撈 然後 你在馬桶一定要蓋到海濱魚群旁邊 才能這樣迅速把魚放進去 那你在這外面的村民 直接在外面蓋房子就可以了 那這邊魚 就要放置在這個有大魚的附近 但他這邊開局開得有點尷尬 因為通常 角落的魚是比較多的 但這邊角落的魚很少 那你看這邊每個角落的地方 魚系都是蠻大量的 都其實還蠻大的 這邊也是 他這邊就只有兩坨大魚而已 這個顯得特別的尷尬 然後他覺得說 角落一定魚超多 結果 熟知什麼都沒有 可憐 好 那我們這邊再看一下綠色 這個綠色有點保護色 看不太到 好那綠色把這個魚港 蓋在這個偏角落的地方 捕魚的部分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上面就是大量的大魚群 那這邊油木特裏的配置 就是一開始要先去抓豬出來吃的 然後不要斷村 然後先拉4到5村去伐木 然後後面盡量補到5到6個人 會比較安全一點 這個木頭就不會斷了 因為你還要蓋房子 還要造這個魚船 所以木頭會非常吃緊 那通常在單挑的油木裡 那個魚船通常不會出超過5隻 大概5到6隻就是極限了 你出到8到9的話 你就是想要棄海 就只是想要吃那一波的海而已 沒有想要繼續再補海 因為你這樣出到8到9兆的話 你的木頭 是絕對不可能出火蒙桶 或是戰艦來防守 所以這邊單挑的時候 這個魚船不能一直按一直爽 除非對手也是菜雞 兩邊都一直補一直爽 那就另當別論了 好 好 這邊肉吃了有點多 而且但是豬排沒有吃完 就拿第二頭豬 當然也OK啊 油木就是要先確保肉園的穩定數量 而且這邊還有細節喔 剛才是故意不把這個豬肉殺死 這個野豬還故意不殺掉 然後一直讓它這樣前後來回 然後先專心把這個豬排給吃完 好 這樣它就不會浪費太多肉了 OK終於是二死了 那這頭豬肉也剩下100多肉 趕快吃一次 那通常出吃豬肉 大概是8到9個人就可以了 那我習慣是8個人吃豬喔 那其他村民就可以去吃果汁啊 或者是伐木都可以 那它像現在這麼多豬肉的狀況下 當然是越多人吃越好 趕快把這個豬吃完 才不會浪費肉料 好 那這邊吸氣裡出到六少魚船 出的數量其實蠻多的喔 有在出嗎 沒有了 OK吸氣裡已經也準備了 再按下第七艘魚船 難道它真的要棄海了嗎 人家馬來都斷魚船了 這個很難守 除非它這邊要蓋一個城樓 過來防守 魚的部分喔 但我覺得這樣意義不太大 要放的話也放這裡 但是插城樓的話 防守效果也並不是非常好 好 七艘我覺得它按到極限了 你看這個資源量很明顯就是 很難出魚船喔 出戰船喔 去防守 魚船可能要大逃難了 好 馬來這邊的升級比較比較蠢快喔 兩個馬頭 火蒙頭一上城堡 上風箭時代就可以按了個兩艘 1到2艘 OK 直接按兩艘 它這邊經濟稍微配的有點怪怪的 沒有關係 因為它金礦配的比較多 這樣來說應該是會先配四個人 所以這邊細微的差距 就會讓這個戰船出來的時間 大概差個1到2秒 這個在高手的對決之中 算是有點小小的細節 但是並不是非常嚴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房子喔 也慢慢往前蓋 這邊已經看到對手的位置喔 兩邊位置都非常的近喔 只要走個幾路喔 就到隔壁家了 隔壁家的在做什麼都一目了然 但是細細這邊比較尷尬喔 主精在面向對手的位置喔 但是馬來也是喔 所以這邊可能會 爭奪主精大戰喔 真的可能會看到 好 那這場比賽喔 其實我也沒有看到最後 我連最後誰贏誰輸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瞎猜 兩邊的配置跟一個戰術選擇 所以這邊 有可能會講個不好的部分喔 好請再來多多包涵 好 那這邊確實補到六艘魚船中 沒在出 開始出戰船 那細細這裡也沒有出火蒙桶喔 哇那看來就是我剛前面講的 你出到七大包艘 魚船之後就是要棄海的意思喔 好這邊果然在棄海了 魚船開始在跑 沒有出戰船 那細細裡的話其實七塔也算是 欸不能說算是非常絕望的喔 因為他的田喔 有這個加成 所以他這邊突然轉出農田的話也不是太意外 因為這邊應該是會先點下城堡四代 OK果然是這樣子 因為這邊肉量其實很明顯夠了 黃金也有兩百 好這邊戰船依舊在尋找對手的一個魚船位置 這邊選擇在這個角落蓋下碼頭 因為這邊的大魚實在很多 OK這個戰艦也要過來了 好那這邊加裡按下兩燒火蒙頭做防守 他可能覺得對手應該在從別的地方會過來 數字並沒有 不要瞎掰好嗎 看起來只是單純汽海 魚船逃難 好又找到一艘魚船 但是這邊看到趕快跑 四處跑 然後這邊回去看了一下 看到最熟的碼頭在上方的位置 那這邊好要再繼續出魚船了 好也沒有再繼續出了 好那正面部分 馬來已經把外圍的部分開始圍好了 但是馬來離城堡四代還有一段距離 因為畢竟自己的肉沒有配到這麼多 配了比較多木跟黃金 為了要出戰艦 好那這邊稍微抓到了星星的魚船 看到魚船要全掉了 這邊算好安燒魚船應該是在家裡按的這裡 這裡出火蒙頭開始要來反制了 那他應該拆到對手的戰艦 應該是從下方過來的 因為他畢竟從下面過來 這邊開始出現火蒙頭想要進攻 但是對手家裡 早就已經準備好兩艘戰船了 在這邊做防守 好那正面這邊直接來打一個料望塔 塔攻路線 但是希希這邊城堡已經快有了 五百多的石頭量 這邊是想要直接棄祖金 那待會這邊可以再插一座城堡 直接碰住他的果子跟這個劍塔 那黃金也可以守住 好希希這邊直接走進去 用全套直接開扁這個木門 這個是要幹嘛 有點看不太懂 好一級射點下騎士進來 想衝進去 但是並沒有第一時間可以進去 哇 這邊開門了 哇這邊村民當內鬼 幫對手開門 馬來的村民 大難臨頭 騎士開尻 希希的騎士很難產的喔 就算現在出這個斗粒 也很難擋得住喔 應該斗粒吃到傷害並不高 現在的騎士喔 就已經有33%的傷害減免喔 長江兵出來解這個騎士 下鬼兵不是非常好 好一定要趕快出到神女喔 但是馬來的升級出得很快 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了 但這邊已經控下了對手的主經 這一波進攻打得非常的好 上面這邊直接損失掉了 非常多的村民數量 好這裡騎士直接過來硬結 但這裡還有五隻村民喔 這裡五村一定要控住 頭粒開始往上撤退 下面這邊開始轉出工程系製造所 火蒙銅下去進攻 但是這邊會一觸擊發 看到對方火蒙銅兩邊互射 但第一時間沒有開火 所以這邊看起來是希希會先輸 但看希希知道自己已經輸了喔 趕快先把這個火蒙銅往上拉 能打掉一艘魚船就是賺一艘喔 OK這邊打掉這個箭塔了嗎 還沒有 狗粒過來稍微cover一下 村民的一個逃難路線 好這邊村民要往哪一走呢 往前走 騎士沒有繼續按 左邊這邊蓋下了一個伐木場 直接跑來挖金礦 這個畫面怪怪的 直接補TC嗎 哇這麼狠喔 直接搶你的TC 搶你的主金 城堡蓋好 TC沒有支援可以按 希希的支援現在非常極限喔 好斗粒吃掉 但是這邊城樓開始慢慢蓋 這邊可能會來不及蓋好 這個TC有點尷尬 騎士直接進去 砍村民 哎呀TC爆炸 騎士無雙 蓋這個位置就有點寫的微妙 我就想這個馬舊的騎士待會 不就時間可以進去砍村民了嗎 果然是這樣子 OK但是這邊車毛時代 生女出來開始造強對手的一個騎士 開始有做出一個有效的反制了 比起倒立喔 生女還是略勝一籌 好這邊更多漁船在捕魚 目前馬來的漁船數量非常多 來到11艘了 CC只剩下1艘喔 基本上還是全棄的狀態 那這邊如果要棄的話 陸地上一定要給對手造成一定的打擊 好這邊優先砍到對方的一個生女 OK沒問題 但這個城鎮中心看起來還是要蓋好 騎士想要硬打 但是打不掉 TC有點能蓋完 村民死傷有點慘重 好看來這個城樓已經射不到後方村民了 三隻村民可以把這個TC蓋好 好城堡 蓋好之後 這個頭車可以無情輸出這個城鎮中心了 好那希希把一些村民拉回家 開始來補一些經濟出來 那這邊有點斷村喔 斷的有點慘 由於又沒有海的關係喔 所以村民一直在少的狀況 村民數已經越拉越大 35村對28村 而且馬來這邊是3TC喔 而且還有海的優勢 那希希這邊則是斷村斷的有點慘 只剩26村而已 這個TC也沒在運作 好那這邊讓騎士進去城堡裡面休息一下 好那但是這邊要等這個城樓被射爆之後 才可以拉村民去挖金礦 所以馬來其實現在有點斷金喔 像靠奶賣賣了一個石頭 轉出100斤應該燒得出頭車 這邊果然燒出頭車 好上面挖石頭村民其實蠻多喔 現在用石頭來補黃金 沒什麼問題 那TC應該也是要被弄爆 那很可惜喔 這邊沒有稍微微笑 讓這邊逃難村民喔 被砸到 哎呀砸到了 呵呵呵 果然是砸到的 OK那這邊 頭車越出越多 三台頭車 騎士出來無雙 那頭車也不敢出來 因為這邊騎士出來了喔 可能會被抓掉頭車 非常危險 這邊再繼續砸 三女第一時間被砸死 頭車頭車 哎唷 控制不錯 第一時間會怎麼砸呢 好村民 好看到頭車出來 騎士直接回頭 不是不是 原來是自己家的 這邊頭車要控制非常好 這邊是不是按錯了 按到什麼貿易車隊 欸 欸 你按錯了吧 對手突然想要跟對方貿易 是不是 對方有沒有市集還不知道欸 你有市集嗎 你看起來是沒市集的 這邊補下TC 開始要來追村民術 好駝車開始砸 好上方這個位置看起來比較難打 所以西西決定先把後面這個TC拆掉 好但是西西看到對手直接過來蓋城堡會怎麼應對呢 這邊城堡給的壓力非常非常大 直接蓋寶弄爛你TC 哇兩邊都在互相傷害啊 太狠了 太狠了 好西西看到城堡直接氣TC 好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那買來的寶兵喔 是這個爪刀勇士喔 這個爪刀勇士的單位非常特別喔 造價非常便宜 只要15黃金而已喔 但是他只需要吃到兩個人 欸0.5人口 出兩隻爪刀只會佔用一個人口 所以他這個人口上限喔 最多可以出到400隻喔爪刀 如果你把村民全低了 所有單位全低掉 只出爪刀一次的話 200人口上限可以出到400隻喔 這個單位出讓我有點噁心 欸造價很便宜 而且造的速度也很快 好那這邊確實是出爪刀 爪刀在家裡面出了幾隻 算數非常快喔 那爪刀剛出的時候 我們都把它稱為蟑螂海喔 因為他跟蟑螂一樣 遠遠不絕地生出來 雖然沒有像蟑螂一樣堅韌的生命力 但是就是非常的快速 跑得又快 造價B 好爪刀一出來 這邊修道院也不知道該不會出生旅 生旅出的話可能被抓爆 好抓到第一時間前去看一下 有沒有人在挖野精或是村民伐木的地方 好馬來這邊城堡開始前壓 壓到了非常多TC的位置喔 好那現在開始算是馬來的回合了 這邊騎士過來救可能也沒辦法 這邊是一個連環寶 好才在城堡室放入內直接死去 更多的騎士跟 刺頭翔過來救應該是沒機會 這個城堡傷害非常高 這邊直接對一個塔 好這邊稍微騷擾對方的一個蓋城堡的一個速度 後面塔樓繼續再出 這邊好像有機會可以解決得掉欸 好更多的找到勇士跑了過來 好村民能蓋得起來嗎 好像有機會喔 哇這邊很精彩 這要再蓋一個城樓嗎 再補一個嘛對不對 哇再補一個 那這邊有機會可以封鎖掉了 好這邊駝車上去開頭 好但是馬來的漁船有十一艘 沒有繼續捕 那漁船喔還在繼續追逐 來到上方這邊捕魚啦 這邊的野魚還是蠻多的 好更多的爪到勇士過來支援 但這邊城樓的數量其實很多 這邊要來硬蓋了 這邊只要硬蓋起來 基本上西西里會爆炸 這邊用這個爪到勇士 加上聰明性 火力 人肉 蓋 蓋城堡 應該是能蓋得起來啊 沒有彈到雪棋式的還是蠻歪的 OK蓋起來之後這個城樓 全部要棄掉 TC也是只能到處逃耐了 西西里要再找新的地方蓋 哇你就直接蓋這個地方喔 如果是我 我會想要蓋這裡啊 這裡還有金礦 這個地方金礦可能也是不保 好馬來這邊還是有海上的優勢喔 火魚還是雙雙補 雖然陸地上一片田都沒有 但是海上優勢讓他過得還是相當舒服 這三台投車也活太久了 這個爪刀應該要過來撿一下 這邊可以順利的把TC解掉 好投車要趕快跑了 爪刀勇士已經要追過來 第一時間砸到嗎 哇跑出太快了沒有砸到 直接爽吃投車車 這就是世紀立國2跟世紀立國4的差別 世紀立國4的工程器很硬 可是這個世紀立國2的工程器非常軟 直接被拆掉 拆的速度非常快 最近有在回去練世紀立國4 發現這個工程器還是有點太硬 然後這個火炮一樣做的有點誇張 還是有擴散效果 應該要把火炮的擴散效果拿掉才對 這玩起來還是有點尷尬 好這邊看一下 雙TC 現在是3TC喔 左邊這裡有 抓到勇士補下來一擊防禦 這邊村民有點尷尬喔 跑到這邊來挖木頭 應該是被抓死 好4級 這邊補相 看來要買賣一波了 這邊補相的馬族越來越多 看來馬來就是要補魚阿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好 頭車再過來砸一下 但是這邊抓到應該很快就會來支援 目前邊開始進入了穩定期了 可以開始稍微專心的農了 好 但是火魔童直接過來燒 這邊CC並沒有放棄海域的部分喔 他可能也知道了 如果棄海讓馬來吃魚吃到手的話 可能就沒機會了 這跑來燒村民是什麼意思啊 好 那CC看起來還是偏劣勢一點 雖然分數上稍微領先 但這個TC還是被射得到 好 爪刀過來想要直接硬刷村民 直接開尻 喔 這個爪刀好像拆不掉 好 謝謝一個細節 修得不錯 上方這邊駝車要拆掉這邊的TC了 哇 尷尬 哇 尷尬 騎士無雙 好 起西西里跟馬來的數量其實差不多了 這邊再補一個TC嗎 哇 真的欸 好 那CC這邊 這個TC又修了回來 經濟上慢慢追了回來 但是經濟還不是很好 現在馬來看起來經濟還是比較好的 雖然TC一直被拆掉 有點尷尬啊 但這邊魚其實不是很多 就算真的沒有野魚可以吃喔 還可以去自己下魚網 好 等一下赤王了 要來增加自己肉量 好 投資車這邊 TC可以砸到嗎 哇 砸到一些 三隻 再一發 沒辦法 進入最小射程範圍內 但是後面有城堡 後面城堡射的傷害其實蠻高的 但是要走直線喔 再砸一發 哇 砸到損失也是蠻痛的 好 這邊可能要再修一下火車的部分 好 過來這邊去砸 下方這邊更多的馬 爪到勇士 直接過來 但是在柳梭村 沒有尊到田頭喔 哇 現在在空這兩邊空得很難 然後海上 哇 哈哈 這邊砸到了 很痛 哇 那看來這個TC又不飽了 哇 這個游牧打得有點精彩啊 好 下面抓到 再過來抓了一波 但是又被收村 又被射爆 搞得好像馬來這邊的優勢 並不大一樣 騎騎騎士再過來 解一波村民 哇 又覺得 解到非常多的村民數量 再砸一發 噢 倒地 好 這邊不敢進入城堡的範圍 OK 爪刀螺絲這邊數量開始多了起來 16隻喔 數量其實很多喔 這個聰明可能趕快修喔 CC可能趕快補下一集射 才可以增加TC的防守能力 這個爪刀數量一多起來 真的是沒完沒了 好 這邊頭車拆掉 第二次拆掉TC 左邊側面直接到這邊伐木 好 這邊直接補一個城堡 蓋一下城門 稍微把這裡鎖住 這裡要開始圍死 補一下石牆 這裡有很大的縫 OK 那如果這裡有城堡的話 就可以安心鎖住這邊石頭跟黃金的礦區了 好 這邊TC再修一下 好 那頭石車現在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只能往上走而已 但這裡並沒有選擇往上 反正是選擇往下走 好 如果說的話 我想要上去找這個TC玩 好 但是CC喔 這個海戰一直有在出火魔桶 去燒對方的魚船 但是這個魚船喔 不減反正 來到14艘魚船 這肉量依舊還是蠻多的 好 這邊馬來斯想要來吃這邊左邊角落的大魚群喔 想把這邊魚群再補一補 這邊逃了一下西西野的追擊 好 這邊爪刀勇士直接過來被砸個一波 我們稍微發苦看一下好了 看看這波看起來的畫面 這邊看到爪刀勇士過來砸個第一發 喔 稍微躲掉了 並沒有直接直擊 但是這邊找到一發 兩發 好 那這邊進入射程之後 就沒辦法再繼續進攻了 爪刀勇士應該還是可以處理掉這些單位 沒有奴砲 奴砲去哪了 怎麼突然消失了 哇 全部被解掉 騎士也死了 村民只能跑 奴砲後面才來 串燒 哇 這個串燒 爪刀勇士效果還不錯 但是一樣被貼到還是要爆 OK 爪刀勇士一個無雙開打 哇 很可惜喔 要是這三來投射在上面輸出 不知道我該有多好 沒有關係 這有點事後諸葛 這邊TC也順利解掉了 這邊 兩TC也順利拆除 這邊直接補下了一個TC在黃金礦的部分 哇 兩邊真的打得很油木 瘋狂斑家 這邊騎士來抓個一波 村民樹其實都蠻接近的 但是馬來這邊還是有個領先 55打38吋 而且還有海上優勢 實際上村民樹只差了大概 五 欸 三村左右 41到38 那這個村民樹其他都是漁船 那漁船的話也算是 實際的村民樹量也沒錯 因為畢竟可以補漁 這個肉量可以產生速度非常快速 好奇奇現在進入一個焦灼狀況 不太知道該怎麼打 沒有投車了 只剩騎士 現在開農的話感覺也農太隱了 美景人家還是有海上優勢 要繼續出這個漁船 但這個 船一直沒有升級 一直都送火蒙頭 看來要拆掉了 好 那這樣子 新西里的TC書回到了2TC 這邊TC解開在旁邊 開始量產 資源 但資源一直都用很緊繃 這個資源量 真的超極限的 好 走到勇士最厲害的地方 是他一隻單位有7攻 而且造價又便宜 所以兩隻的傷害 基本上就已經超越騎士了 但通常可以抽到三隻 三到四隻就等於是騎士 但是傷害來說的話 是可以圍毆騎士的 騎士會比較難打一點 騎士殘血了回家補血 這邊可以考慮出個修道院 更多爪刀過來 這邊砍個一波 村民樹46 打45 兩邊村民樹其實差不多 但爪刀的勇士數量實在太多了 哇 又爆砍一波 這邊再抓個村民 哇 又砍到一村 哇 稀稀稀稀 是一直在補過來 欸 這邊沒有看到 這邊在補魚 好 這邊騷擾對方的漁船 哇 尷尬啊 這一坨沒有看到 哇 這兩艘火魔頭一直沒有截湖 看我在邊邊角落 火魔頭就一直過來 但現在兩邊都在專注在空路地上 沒有在注意海上的部分 哇 非常虧啊 好 謝謝這邊 擺出一些農田 這件事一直有在斷村喔 肉一直不太夠 要出騎士 要按TC的話 的村民就有點困難 好 但找到勇士的數量 來到41隻 非常誇張的數量了 這邊只要再升個惡房 或惡工 拆TC的速度就非常快了 因為如果2攻的話 一隻抓到就有9攻了 就其實跟一隻騎士 也才減1攻的傷害而已 你要想 如果他這樣子 30隻的一個騎士傷害 直接去拆TC 輸是非常快速的 好 騎士這邊補了非常多 但是 他這有細節喔 殘血都回到城堡補血 好 好 這邊燒了蠻多對方的漁船 漁船只剩一燒而已了 哇 把全部的漁船給燒完了 CC也是相當努力喔 把所有的漁船給解決掉了 那這些馬來可能會進入斷村的窘地 好 這邊城堡硬蓋 後面有爪斗勇士在後面 這個城堡又是蓋起來 好 馬來這邊就可以空到CC的主金了 好 這邊直接 住進城堡 想用城堡的箭矢數量跟對方對射嗎 這張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後面村民還在繼續修欸 這張村民 投資報酬率並不好欸 好 但是右邊這邊騎士直接衝了一波 想來砍TC 砍到一些村民 看到爪斗勢過來 還直接撤退 這邊開始出衝車 要來直接頂掉了 結果這個貓咧車都還是被產出來了 好 兩邊打得非常膠著 到底兩邊哪一方可以上到城堡時代呢 這邊騎士秀操作 第一時間想要去爬 砍山綠 山綠還是被砍爆 哇 可惜了 山綠能活下來就很賺 OK 衝車過來 但是有爪刀 爪刀還是可以過來防守 快點直接過來 快點直接過來 噢 很多很多 44隻 噢 它這邊是想要增加箭矢數量 然後來防守衝車而已 但是這邊其實大量直接淹過來硬吃掉也沒什麼問題啊 但是這樣有什麼意義嗎 這樣村民那麼多在裡面 經濟會越拉越大欸 好 這邊直接一個進城堡 開衝車之術 對啊 一瞬就拆掉了 這個就是四季帝國2比較平衡的地方喔 工程器單位相當的飽 很快就可以解決掉 好 這邊還升級了 火蒙頭升級變火戰船了 那這邊海上優勢 馬來可能會拿下一個 我錯的一個進攻方向了 那這條海能拿回來 對馬來應該就問題不大 右邊這邊其實西西也是有在出漁船喔 出了幾艘偷偷捕魚 但我怎麼覺得西西快量掉了 啊 西西已經 快沒什麼軍事單位了 然後這個裡面的城堡裡面有超多村民喔 十二村都在射箭 沒有在產資源 那就可以直接理解成四十八村打七十一村了 更多的一個騎士過來 找到一村 找到勇士數量很多 但騎士數量也是蠻多的 而且騎士現在有二房 所以這邊抓到勇士 打一下也只有大概六滴血 砍一刀六滴 但西西里一直在很珍貴的使用 這邊 騎士的數量 一直沒有減少非常多 一直有把殘血拉回家 數量就開始憋起來 但時間已經來到一個小時 兩邊都沒有上帝王實在的跡象 現在只要誰上帝王 誰就可以勸對對手 好 上帝勸退 這是這麼多的概念 好 這邊想要來直接一蓋城堡 第一次把這個森林給射死 那這邊一蓋城堡 直接也被爆砍一波 騎士不能忍 直接上去爆砍 但是這邊爪刀勇士直接一致排開 想要來直接做反擊 這邊直接一個火力交叉 加上村民 的一個箭矢傷害 爪刀勇士順利吃掉非常多的騎士單位 哇嗚 這一波爪刀並不虧 這邊再稍微阻止對手一下 再持一下箭矢傷害 哇 血量還是破得非常多 少女在這邊再繼續阻止一次 難道這個城堡蓋起來 西西里就沒機會了 騎士上去爆砍一波 但騎士吃量其實越來越少 爪刀勇士已經佔據了上風 這邊還有提西在做輸出 更多爪刀補路過來 西西里無力回天嗎 打錯了繼續 哇 這兩邊打得非常久 但我覺得打得還是蠻精彩的 這個真的是標準的游牧 游牧大戰 在插你再插 你插我插你之間的一個博弈 城堡護插 明明這裡是西西里一開始的一個根據地 打一打打一打 打到後面突然變成 這個有一座城堡 這邊本來是馬來的根據地 超級大患家 爪刀勇士對上騎士的一個大戰 我覺得蠻精彩的 而且這個西西里後面 還把這個馬來的魚場全部燒爆 這也是相當關鍵 你看這個馬來的魚網量 兩千多 吃到飽 捕魚捕刀爽 但是爪刀勇士實在太猛了 尤其是幼海圖 這個肉量 遠遠不絕地一直來 然後黃金只要少量挖一下 找到勇士就會出得很爽 那這邊TEC拿不下來 他也覺得自己沒希望了 畢竟確實 他這邊金礦都已經守住了 這裡的金礦這邊也沒有辦法繼續挖 其實基本上有點斷金的感覺 有點慘 反正是馬來這邊其實顧著還蠻舒服的 上面這邊真的守住就沒問題了 好啦來看看這邊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應該是馬來贏很多 這邊果然是死物贏了兩千 畢竟一直有在補魚 那木頭部分也是馬來贏一些 黃金數量吸氣力稍微小贏一點點 但馬來這邊石頭挖了很多 有些是拿去補黃金 看起來經濟狀況沒什麼太問題 連刺王都有補 所以該補的都有補 沒什麼問題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掰掰